练气三层了 现在自己应该在战力上 更强了一些吧 把修为的事情想了一阵时 王小飞又不得不感叹着 地球上的修炼的不易 如果不是得到了 手屋和药园里面有着配置的灵草 自己想达到练气三层 真的不知道会要多长的时间 可想而知 想达到练气四层的话 需要的灵草会更多 慢慢来了 只能是尽可能的多赚钱 来购买自己需要的灵草 否则的话想提升修为 真的太难了 争了一下 王小飞去吃了一些东西之后 就来到了休息室休息 今晚王小飞也不打算回宿舍了 就在这里对付一晚上 这里倒也弄得不错 躺在这里要了一杯茶水之后 看着前方舞台上的歌舞表演 跳舞的都是一些青春的女孩子 身上的衣服不多 一个个跳得很是劲宝 看得王小飞也暗呼过瘾 王小飞一边看着 一边打开床边的一个电视 上面也有着不少的节目 其实王小飞也是第一次 进入到这样的地方 以前在监狱里面 听大家倒是讲过许多 现在亲身经历时 王小飞对于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先生要不要按摩一下 这时耳边传来声音 王小飞一扭头看去时 就有些发呆道 二妞 听到这称呼 那女人一看时 也同样有些发呆道 小飞 你怎么在这里 这下子王小飞真是惊喜了 这个长得美丽的女人 竟然就是花西村赵老四的 那个据说在省城发了财 不时会寄一些钱回去的 二妞赵小丽 没想到你是在这里工作呀 王小飞有一种 他相遇固知的感觉 听到王小飞的话 赵小丽脸上 献出不自然的表情道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王小飞看到 一有人看过来 就点了点头道 找一个房间 我们聊一下 迟疑了一下 赵小丽微微点了点头 引导着王小飞 就向着一个房间走了进去 这个 我听说进了房间 都是要钱的 多少钱 我付 王小飞在监狱里面 倒也听玉友说过 这里面其实借着一些名义 就是搞那种的交易 说话时也有些迟疑起来 不用 进了房间之后 赵小丽一屁股 就坐在了床上道 现在 你知道我在做什么了吧 是不是 挺看不起我的 王小飞忙摆了摆手道 没有没有 只要是靠自己的努力挣钱 就没人会看不起 赵小丽 其实与王小飞 就是初中的同学 后来没读高中 就失学了 跟着村子里面的人 出去打工 一直就没有见过面 现在老同学相见 王小飞 倒也很是好奇 他现在的情况 我是农村人 只有初中文化 到了大城市里面 你让我怎么找工作 许多行业 根本就不会要初中生 我到了省城时 是在一家小厂里面工作 后来 小厂破产了 我就又找了 许多个手工作坊 后来都不行 在姐妹们的劝说下 一咬牙 就做了这一行 王小飞点了点头的 是的 现在工作真是不好找 能够养活自己 也是挺难的 女人只要放得开 活下去并不困难 不就是让男人睡而已 结了婚 还不是让人睡的命运 我算是看开了 只要自己能够活下去 就行了 说话间 赵小丽掏出一根烟 点伤 自己抽了起来 看着这个在班上时 显得很是清秀 又做事怯怯的女孩子 如同变了一个人似的 王小飞叹了一声 这社会还真是让人发生大的变化 你难道就这样一辈子啊 王小飞就问了一句 狠狠地吸了一根烟 赵小丽突然笑道 男人都差不多 对于这种事情 有的做伪君子似的 有的又很是豪放 还有的需要引导 我说老同学 你在学校里面时 没看出是个什么情况 估计也是一个闷骚型的人 今天既然到了这里 我帮你按一下吧 看到赵小丽 那似笑非笑的样子 王小飞叹了一声道 说实话 你现在的样子 跟在班上完全不同了 我都有些不敢认了 是不是看到我变得开放了一些 人总是会变的 特别是见过了太多的男人之后 真的就会变了 我现在都找不回过去的我了 说话间对着王小飞叹 我的技术是不错的 静的还是哪种的 随你选 反正跟谁不是一样做 你就不怕得变 放心吧 我们时常检查 不会有任何问题的